哈喽,小朋友们,我是安妮塔老师。 你们有没有为了得到好处而说谎骗人的经验呢? 当你说完谎之后,会不会觉得良心不安呢? 今天,安妮塔老师准备了一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叫做《说谎的古离》。 从前有一片茂密的森林,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 它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 但有一天,一件事情改变了它们的关系。 某一天早上,狐狸在森林里散步, 偶然看见乌鸦站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上, 嘴里叼着一块美味的起司。 狐狸说, 喂,乌鸦,你好啊,这块起司是你找到的吗? 看起来真不错。 乌鸦说, 是啊,这是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呢, 但是因为只有一小块, 所以没有办法跟你分享。 狐狸说, 哦,乌鸦,那是你找到的食物, 不需要跟我分享, 我只是突然想到你美丽的歌声, 很希望你能现在唱一首歌给我听。 乌鸦听了心里非常得意, 张口就想唱歌, 就在他一开口的瞬间, 起司从他的嘴里掉了下来, 正好掉入狐狸的手中。 狐狸开心地大笑, 哈哈哈哈, 谢谢你的美妙歌声, 也谢谢你的早餐。 狐狸一边咀嚼着起司, 一边走过草地, 遇到了正在摘叶眉的兔子。 兔子说, 哎,狐狸, 你从哪里找来的起司啊? 狐狸得意地笑着说, 啊, 这是我从乌鸦那里啊, 迎来的, 它实在是太好骗了。 兔子皱起眉头说, 你这样做不好, 这是乌鸦辛苦才找到的食物呢。 狐狸一副不以为然地回答, 这叫智慧兔子, 森林里啊, 强者生存。 狐狸走着走着, 来到一片小溪旁, 遇见了正在割水的刺猬。 刺猬说, 狐狸, 我听说你骗了乌鸦的气死, 这样做是不对的行为。 狐狸说, 哎呀, 别这么小题大做, 刺猬啊, 我只是跟它开个小玩笑, 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刺猬摇摇头说, 骗取别人的东西 不会让你真正得到快乐, 只有诚实和善良才能交到朋友。 狐狸不屑地说, 我可不需要这些虚伪的道德教训, 我只需要填饱肚子就够了。 狐狸正准备离开时, 松鼠从一棵树上跳下来, 拦住了它的去路。 松鼠严肃地说, 狐狸, 我刚刚听到你欺骗乌鸦的事情, 这不应该是我们在森林里相处的方式。 聪明才智应该用来帮助朋友, 而不是欺骗他们。 记住, 有一天你也许会需要我们的帮助。 狐狸不在意地说, 我只是运用了我的聪明才智得到了食物, 这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天色渐渐变暗了, 狐狸突然听到树梢上传来猫头鹰的声音。 狐狸, 你吃了乌鸦的起司, 真的让你觉得开心吗? 我吃饱了, 当然开心啊。 但你失去了什么呢? 信任, 友谊, 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狐狸低着头说, 呃, 也许你说得对, 这样好像不太值得, 但我已经做了, 该怎么办啊? 大方地承认错误并且道歉, 弥补过错永远不会太晚。 第二天一早, 狐狸来到橡树下, 看到乌鸦还在那里, 它鼓起勇气开口道歉。 那个, 乌鸦, 对不起, 昨天我骗了你, 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乌鸦说, 狐狸, 我没想到你居然会跟我道歉, 不过我接受你的道歉。 这时, 兔子刺猬, 松鼠和猫头鹰, 也都来到了橡树下。 它们笑着说, 要以比任何食物都重要。 狐狸和其他动物们一起找食物, 一起分享, 再也不会为了自己得到好处而欺骗朋友了。 各位小朋友们, 并用自己的小聪明欺骗朋友, 虽然可以让你得到短暂的好处, 但是也会因此而失去一个珍贵的朋友。 所以我们对待别人还是要保持真诚, 善良, 才能交得到真心的好朋友哦。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